大家看我这盆发财树 叶片出现了明显冻伤的情况 那么发财树之所以出现冻伤的情况 是因为发财树它本身是比较怕冷的 再加上现在冬季低温 我这盆发财树又是放在风口的位置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冻伤的情况 那么在冬季如何避免你的发财树冻伤呢 方法非常简单 先把你的发财树移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不能够直接放到风口处 并且要保证养护环境温度 不能够低于5度以下 第二如果是担心产生冻害 我们可以给它增强一下植树的抗性 也就是用这个磷刷青甲这种高磷甲肥 来增强植树的抵抗力 甲肥呢可以促进植树健壮 这样的话呢提高它的一个抗寒能力 也不容易冻害 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在温度低的时候 给它套一个塑料袋 套一个透明的塑料袋给它造住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温保湿性 效果也有利于避免冻害的发生 在这期间呢我们还要注意 一定要少浇水并且要停肥才行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